更厲害的是 這個顧振秋 人家請他唱歌 他說我沒辦法唱 他說我先生關在裡面 我怎麼唱得出來 他說等他兩年九個月 而且他不唱 這個了不起 更了不起是 他出獄之後 兩人到金山山上 陷在天籟那個附近 去肯荒 那個年代 民國四十幾年代 你知道為什麼他到金山去嗎 因為有人不准他在台北市區走動 他去農場開墾對不對 我給你看看 這是任賢群跟顧振秋結婚的照片 任賢群跟顧振秋結婚的照片 任賢群是這麼大的官 你看這邊有一個 他當農夫的照片 那時候金山根本連馬路都沒有 離土地 沒水沒電 晚上點蠟燭 更不要說什麼事情都沒有 自己啃荒做農夫 所以其實做監牢的人 寫書不是只有阿扁 但是寫什麼書呢 鄭選情在監獄裡面寫了一本中文字典 他編了一本中文字典 那後來他就出獄之後呢 就靠賣字典為生 當時一本是要郵政化播 寄給你 六十塊喔 這本字典很貴的 很貴 你現在還有這本字典嗎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們一下 這邊是任賢群編這樣子 中文字典 那我要講說我看這個書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 很有意思的是 因為你書裡面寫的那一段 我就覺得真的有一點什麼 只是顧老闆在他的書裡面沒有提 對 因為他說任賢群在牢裡頭呢 寫一封信給顧正秋 就跟他講 如有蹭人之為 物財省頭之事 省頭之事就是 有一齣戲叫省頭刺湯 就是一捧血裡面的一個折子 那這個折子裡面呢就是寫說 有一個裱花匠認識了這個 這個 莫懷骨 然後知道他有一個玉杯 又有一個很美麗的妾叫雪燕 就起了不良的心 想要害死這個莫懷骨 然後呢奪取這個美麗的妾雪燕 然後經過一番曲折 這個雪燕不得不嫁給這個 害死他的老公的人 然後呢他就只好將計就計 就說好我嫁給你 然後在新婚之夜的時候呢 他就殺賊子報仇雪恨 然後呢在自己自殺 任賢群竟然給他出這個計 萬一我在牢裡頭 有人要蹭人之為的時候 你只好踩這個計策 因為那個人是誰 因為他曾經被暗殺過 被人家暗殺過 所以他害怕 沒有這個蹭人之為是說 有人要強迫娶你 你要採取這個方式 請問那個人是誰 好啦他不敢講啦 那當然就是講主任委員 所以曾經 我先講一句話 曾經有一個他很親密的人 不要講是誰 曾經問他說 究竟蔣經國有沒有追你 究竟蔣經國跟你是什麼關係 這個顧振秋只回答一句話 說蔣方良還在 他沒有承認或否認 他就說蔣方良還在 所以他不願意談這事情 所以這本 他自己自傳裡面 其實完全沒提到蔣經國 也沒完成了這個任賢張雲竊 所以我這篇報道裡面 最後兩句話很得意 讓人忍不住想起 顧振秋在索林郎中唱著 伊薩斯把七星聚魅盡 摻透了心酸處類似伊薩 他們的一生就是這樣的寫照 這個愛情還真是 不過後來他就比較收手了 是年紀大了還是 我覺得他收手是從他接 行政院長以後開始 我覺得他想要扮演一個就是 形象要顧 形象 就是說一個很嚴厲的父親 所以獎效我後來拿了百萬美金 到美國去做生意後來虧光了 然後回來被罰面壁 關了一個禮拜 面壁一個禮拜 虧一百萬才關一個禮拜 我願意關一個月 那個年頭一百萬很多耶 所以我說我願意關一個月 然後他就做一個嚴婦 要做一個閒軍 然後做一個良夫 因為蔣芳良也辭掉所有的應酬 就在家每天等他下班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當他到了那個位置 他覺得他應該暗奮 當然你說年齡大一點有沒有關係 有 但是我覺得是職位上到那邊 他覺得他要做一個修身其家之國 我覺得談這個事情有一個我要講 就是公領域跟私領域 如果沒有妨礙的話是可以允許的 但柯林頓也是 美國人非常懷念他 希望他再出來 因為經濟那八年弄得很好 然後中國人講這個修身其家 治國平靈下 這個兩個不是對等的 修身其家是私領域 跟公領域是兩碼的事 這不能連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 這個當然是提起過去的事 那有些人都還在 那就看歷史最後怎麼解讀了 可是至少他跟方良女士 也有快樂時光 我最近看了這個 武昌街 一段 七號 七號 這本書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們 他們那個去那個 俄羅斯 過的那個新年的時候呢 他們也是狂歡的 也有過那麼短暫的時間 那麼今天呢 這個緬華一下的時候 我們想想吧 他們在那個 俄羅斯過新年的時候 他們都吃什麼 因為經過學生有在俄國這個 12年成一的 流亡還是流血 被當人質 對 太子做人質 是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今天準備的是什麼 非常歡迎這個明星咖啡的簡老闆 謝謝 這個是什麼 我現在喝的這個 這是冰淇淋 Soda 當時那個 蔣方良 跟蔣經國 家庭最喜歡吃了 我們小時候能夠吃到一個冰淇淋 又有Soda 那還得了對不對 這張照片就是他們來參加 俄羅斯新年的時候對不對 這個是金國先生 這個是方良女士 每年的幾月幾號是俄羅斯 元月十三日 元月十三日 所以他們都會來參加派對 對 元月十三日就是她過世的日 也同樣 對 很巧 對 很巧 剛好也是 過世之後 每年方良女士要過俄羅斯新年 不就白趕交 只有元月十三日 對 元月十三日也是宋美玲來台灣的日子 民國三十九年的元月十三日 從美國回來 天啊 他們一定要在同一天嗎 那個十三號跟十二是蔣家的大忌 十二月十二號是西安事變 然後這一個十二月同樣又是十二月十二號 那個毛芙梅啊 被日本人炸死 所以對他們來說真的是十二跟十三 是大不及的 對 你當時還有印象 經國先生帶方良女士來歡鬥新年的時候是 他是穿那個俄國傳統的衣服 俄國的衣服 俄國的衣服 跟那個俄羅斯人 還有跳舞對不對 對 對啊 聽說你今天準備了一段俄羅斯的舞給我們看嗎 沒有 沒有 沒事 你跳我也會很擔心 我去上一句 七十幾歲 是 俄羅斯的這個衣服 對 我想問一下 方良女士只有在你們這店才能夠吃到家鄉味對不對 對 所以聽說她後來不能來都派人來買 是的 這都是她喜歡吃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 那個是移動 她 年輕時候也很喜歡吃 年大的時候也很喜歡 沒有腥味 好吃 好吃 真的是 俄國話好吃怎麼講 俄金不故事 俄二戰爭 俄金不故事 OK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叫Kulich Kulich他們這個復活節的時候 在俄國每個家庭都要準備 自己烤 烤這個 我們叫Kulich 這幾個土耳機是要怎麼吃 還有大的 這是要怎麼吃 就這樣切 我切給你看 俄國人他是在台灣 方娘女士每年復活節都會來吃 油油的釘了 釘得很大 是這樣切 做晴天麵包 對 這樣子 這樣切 這樣切下來吃 這樣一片一片下去 就是 你假如今天沒有吃完 冰起來也可以的 冰起來 那你跟方娘女士都講俄文嗎 有時候啦 有時候他會講 北京話講得很好 很標準 這樣子 他應該是寧波話吧 我也要吃吃看 大家快吃 沒有大家就我了 好 好殘忍的節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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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混要的小孩也有糖吃 是…